第三次一題,它的重點,幾個地方我們要特別注意 題目是叫亂數排序器 也就是說我們產生亂數之後再做排序 這地方當然跟101題有點類似 也就是說我今天輸給一個值之後,它就會到正列 那產生幾個正列我不知道 所以說我可以根據這個使用者輸入的這個數值去做亂數的產生 那最後呢特別注意就是要由小到大排序 那由小排到大我們可以用這個sort的方法可以去做排序 或者你可以用自己氣泡排序法也可以 或者是自己在寫一個排序的方式也沒有問題 那主要這一題比較會有爭議的就是說呢 到底亂入產生的這個數字可不可以重複 它沒有提到 這題目裡面沒有提到 但需不需要去做這個比對 比如說像101題裡面有提到就是說 不可以重複,數字不可以重複 那這一題是沒有講到 那沒有講到實際上應該是可... 我看了一下它的參考答案裡面是沒有做那個比對 但是你看底下這個參考畫面 看了一下它也是沒有重複的 所以當然最好是喔 如果有點時間的話 可以把那個亂...就是說重複的挑掉當然是最好的 挑掉最好 那關於剛剛這幾個問題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寫法喔 好幾種喔 我也試過好幾種的寫作方式喔 不見得每一... 你一定要有一個固定的模式 但是特別注意就是說呢 我們需要的部分 當然前面scan這個... scanner這部分喔 取得之後呢 我們可以產生一個數值 這個數值的話呢 可以給我們建立正列的時候使用 也就是說我今天要建立多大的這個陣列喔 可以從這個地方去做決定 那這個陣列的話呢 我直接這個... 宣告一個size 硬直的size 在宣告陣列的時候呢 就把這個size呢 給這個... 給這個陣列喔 來使用 然後呢 再跑回圈 跑回圈呢 特別注意就是說 因為我要... 產生的數字它也沒提到 但是我可以從那個範例裡面 大概知道說 它應該是從1到999 也就是說1到999之間呢 產生這個數值喔 產生這個數值喔 產生這個數值 那還好這個地方呢 它沒有提到就是說呢 是不是要補0 這個地方 比如說我今天是個位數 像第一題呢 它是有... 要我們去產生這個... 把這個... 這個部分呢 產生... 比如說它是0的話呢 前面要再補上喔 補上這個... 還有這個地方 它各位數字喔 跟兩位數字沒有補0 如果要補0的話呢 那... 也可以類似像那個... 第一題一樣喔 我們自己再去把它... 把這個0補上去 那... 這邊的話呢 就是產生亂數 產生亂數之後呢 接下來其實... sauce 這個... array source 這個地方非常好用 那你如果說... 不用這個array source的話呢 你也可以去做什麼呢 自己做排序 那排序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所謂的氣泡排序法 那排序的方式 我記得以前有提過就是說 只是做資料交換 可以增加一個類似TEMP TEMP的一個... 這個空... 一個變數喔 先暫時存放 再做資料交換 資料交換 可以自己做一個氣泡排序的方法 去做排序 那最後輸出的結果呢 就是把結果輸出去就可以了喔 那至於說 你要不要去做重複的判斷呢 那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前面我們的... 有沒有... 乱數... 是不是有重複 你可以再增加一個... 所謂的... 這個... 比如說政列跟政列之間的做比較 那當然如果說呢 它沒有重複的話呢 那就直接就過了 如果說... 有重複的話呢 那你這個地方呢 就重新再... 取得一個乱數喔 取個乱數 像這個地方喔 我們來run一次喔 比如說我今天產生... 十個數字 好 那這十個數字喔 這是由... 大到小 這是由大到小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它題目裡面要求的是什麼 由小到大 所以這地方當然... 如果用sort的話呢 是不行的 那所以呢 我們這地方呢 就必須用所謂的... 這個排序的方式 好 比如說我這地方用 所謂的氣泡排序法 那排序的話呢 排序的方式... 我就可以去比對喔 兩個比對 比如說加1之後 我... 也就是說呢 這個值喔 我跟後面一個比對 把... 這個前面的值先丟給temp 然後再取代... 後面再把它移回去喔 那這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喔 這前面大家有提過 就是氣泡排序法 那排序完之後呢 比如說我今天產生十個亂數 然後由小到大就排出來了 那當然如果十個數字喔 應該是... 重複的機率比較低 假設我今天呢 是... 100個 這個... 100個亂數喔 就比較高一點喔 假設我這樣排序出來 420 這地方就有重複了 有沒有 那假設我要... 產生的是沒有重複的話 那當然這個地方 就必須要再去做一個比對齁 那這部分呢 我想各位試試看喔 就是... 如果由大到小 是沒有問題 由大到小沒有問題 但是由小到大齁 我想這地方呢 你就必須要自己再做一個排序齁 好 那個SOAT那邊改的I++ SOAT改I++ 下面那個... 喔... 這個也可以啦 就是把... 把這個結果輸出 好 好 謝謝 刷子優秀 好 好 塞子欠秀 對,他就把他顛倒過來就好了 條件從Size 那你的受盒應該是地中太多 嗯,真 對啊 如果輸出受盒子 這你只要把那個POP就扔嗎 對 老師,你那時候講是說 你原本用受盒子都是小到大嗎 對,對,對 另外呢,我們把這個 如果說要把程式改成沒有重複的 那實際上就是參考 這個地方可以參考101的這個方式 你可以把這個比對的方式 稍微做一個修改 把回圈放進來之後 稍微做一個比對 跟前面你進來取得這個亂數的值 再去做判斷 當然第一次不用判斷 進來之後再比對一下跟其他比對 如果有重複的 那就重新再取個亂數 這個部分跟前面一樣 你們可以試試看 這樣子做出來的結果 數100的 100個亂數 這樣應該就不會有 不會有重複的值 這樣子的話 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所以說加上 這個101的那個比對的方式 就是讓亂數沒有重複 我沒有重複 把換面的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 謝謝 謝謝